第563章 招财猫 所谓未来不是唯一 未来不可追 再走未来 遇到的是那睡觉之人 还是说 另外一个时空 李浩也没任何把握 未来千千万 上次 遇到了那人 这一次 还会是那人吗 李浩不知 可若是那人是千万种未来中的一种 也是其中最顶级的存在了吧 若是真在伪混沌之中 能走到那一步 可想而知 天赋 实力 星星都是一流的 所以 若是未来是无数分支 这人所在 一定是其中最宽阔的一条大道了吧 遇到对方的概率很大 时光 才是万道中最可怕的存在 走过去 追未来 此次 立下诸天道场 李浩本身实力不够 可一月后 很大概率 会遭遇强敌来袭 星武这边 纵然至尊众人算计千万 八节帝尊 还有足足十五位 在等着他们 稍有异动 可能便是灭顶之灾 此次 还得靠自己想办法 时光星辰 再次浮现 一条长河 在他人无法看到的情况下 浮现在眼前 李浩默默看了一会 迈不踏上了长河 此去 不知是否能见到那人 不做准备 一旦遭遇强敌来袭 未必能勾连未来 长河波涛 眼前浮现出一些画面 知灵破碎 未来 好像很是模糊 而今的混沌 谁也看不清未来如何 只有沿着这条长河 也许才能窥探一二 踏空而走 脚下 长河震荡 李浩迈步前行 顺流而走 他也不知 自己会走向何方 寿源消耗 虽然不多 可这也代表 时光在流逝 寿源消耗 其实不在这里 和未来沟通 才是时光消耗的关键 顺流而下 若是只看不说 不管 不参与 只能说是一种预知未来 可一旦参与其中 那就是逆天改命 两者 不可同日而语 昔日 走星五过去 过去唯一 几乎没太大消耗 后来 借未来过去之身 三身合一 合一之下 也只是未来瞬间 借自己之力 挪移未来之力 也有消耗 消耗也不算大 而今再走未来 这条长河的未来 仿佛不再是自己的 可见 时光长河的未来 也许 真不是自己做主了 一路前行 李昊思绪万千 面色 有些发白 渐渐衰败 仿佛过去了很久 又仿佛只是一瞬 下一刻 如雷的憨声 再次传来 在长河中 宛如浪涛之声 李昊眼中露出一些疑惑之色 是我再次回到了上次的时刻 还是说 此人在我走后 继续入眠了 居然 又睡了吗 什么人 会一直在长河中睡觉 李昊不见 还是说 统一了混沌之后 觉得天下无趣 所以入眠了 心中疑惑顿声 片刻后 他仿佛跨越到了 另外一段长河之中 长河波动 如雷的憨声 瞬间消失 下一刻 有些愈怒的声音传来 嗯 长河镜头 一人浮现 看不清样貌 就如李昊看不清他 对面那人 其实也不太看得清这边 也无所谓看清不看清 这一刻 宛如上一次 两人再次隔阂而望 仿佛有些恼怒 长河镜头之人 有些不满 为何 一次次打扰我 睡一次 真的那么难吗 对面那人 看向长河上游 有一人顺流而下 好像 记忆中有些印象 在这长河之中 时光错乱 分不清时间 只有一些错乱的记忆 或许 是睡得太久 遗忘了这些 但是他知 这人 也许就是过去的时光之主 一次次往返长河 在万界留下诸天传说 无敌天地的强者 是再次遭遇了危机吗 正当这人思索之时 对面李浩 一箭荡漾而出 一股略显混杂之力 传荡而来 长河镜头的男子 一挥手 两股能量交错而过 长河起了波涛 这一刻 李浩也好 那镜头年轻男子也好 都感受到了一些 跨越时空传递而来的 特殊之力 李浩 再次感受到了 清晰的规则之力 其中 完全踢出了 混沌中的混杂之力 此刻的李浩 陷入了沉思 这一次 比上一次感受的更明显 精畏分明 大道之力纯粹 无边的纯粹 仿佛混沌中的那些混杂之力 全部消失了 混沌之力呢 那其中的混杂的混沌之力 彻底没了吗 道 好像有了生命一般 学会了自我吐纳 自我吐纳 李浩心中微动 自我吐纳 神文 当初在银月 他曾让神文吞到 神文化身 自我修炼 修炼不同功法 精纯大道之力 只是 那时候 也没办法精纯到这个层次 一时间 无数念头浮现心中 生命 这一刻 他好像明误了什么 上次接触不多 对方一见 也只是批中了 浮生帝尊 和李浩并无接触 可此刻 双方隔空互相交错 李浩瞬间有些清晰的感悟 他看着对面 这一刻的李浩 仿佛明白了什么 他眼神变换了一下 我也许知道了 为何 未来会是这种纯粹无比的规则之力 未来的大道 好像 被赋予了一些生命 是的 生命力 好像 可以自我进化 生命之源 是李浩一直无法窥破的存在 如何让世界蕴含生命力 让世界能诞生生灵 他一直无法窥探出来 无法明误 今日 好像有了一些想法 大道为何如此精纯 因为 此地的大道 好像也是 生命的一种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大道 自我可以修炼 大道 也能成生灵 李浩惊呆了 大道就是大道 大道 能成生灵 这 怎么可能呢 这相当于 大道宇宙中的那些星辰 自我修炼成了生命 那岂不是说 大道精纯到了极致 甚至可以化为生命的存在 这一刻的李浩 脑子有些混乱 又好像想到了什么 苍猫 苍帝 算什么 苍帝 是道的化身吗 诞生于大道宇宙之中 大道宇宙 是不存在生命的 为何可以诞生苍帝 而未来的道 好像也蕴含了一种 特殊的生命之力 让道 充满了灵性 有灵性的道 可以自我排除 杂志 自然会更有序 若是苍帝 也是这样的存在 那是不是说 有序 其实一直都存在 战 这一刻 又想到了战 苍帝 和战有关系吗 若是有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战天帝 其实已经发现了一些 有序之力 而未来长河 能诞生这样的有序之力 其实也是因为 本身就具备一些 有序的基因 有序的关键 是生命吗 对面 年轻的修士 也接触到了 李浩的大道之力 微微凝眉 混乱得很 虽说大道种类很多 很强 可是 给人感受 就是 污秽无比 怎会这样 年轻人也陷入了沉思 过去的世界 过去的混沌 力量 如此混杂吗 大道之力 规则之力 应该是极其精纯的才对 还是时光的存在 让双方接触的能量 都出现了变化 心中浮现念头 忽然 再次看向对面 双方 是可以交流的 但是 在这时空之中 每次交流 都是一次巨大的损耗 所以 此刻的李浩 并未出生交流 李浩再次出剑 千界之力浮现 一剑落下 长河震荡 下一刻 那剑下 一眉眉神文浮现 年轻人默默看着 感受着 初代神文 神文知道 在那个时代就存在了吗 神文是什么 神文 就是道 神文 就是道的化身 道的简化 一枚神文修炼到了极致 就是一条大道 从勾勒神文开始 到最后 神文有灵 荣道成道 再去掌握规则 这就是神文 可神文的存在 不是文王时期 才简化而成的吗 一个个念头 在这未来的年轻人 脑海中浮现 原来 神文 早就存在了吗 他定睛看去 又觉得有些不对 那神文 太干涩 太混杂 太过 待办 是的 这一刻 他发现了一些不同之处 眼神微动 神文是规则的简化 神文 其实是有灵的 神文甚至会思考 甚至会成为生灵 修炼到了极致 神文甚至可以自我成灵 强者的灵 融入规则 甚至可以化为规则之灵 成为规则本身 可眼前 若是此人便是时光之主 这神文 有些过于呆滞了 毫无灵性可言 只是道的一种体现 念头浮现 他隐约明白了 这时光之主 再次骚扰自己 也许 是误到过程中 出现了瓶颈 被强敌追杀 没办法混了 念头闪烁 他平生最善 他平生最善脑补 推测 无需交流什么 只需要看动作 看局势 去猜测 往往无不中标 找我 是为了探规则之力的形成之术 可我也不懂 我生来 这规则 就如此 天地存在规则的 念头浮现 下一刻 却是有些明误 也许关键 还在于神文之上 对方的神文 不存在灵 如何赋予大道灵性 他不知道 初代灵性 如何诞生的 但是他知道 自己的时代 灵 如何诞生的 于是 这一刻 他粗暴无比 从长河之中 拔出一条支流 见对面那人 微微一正 仿佛在看 年轻人笑了 忽然 探手一招 仿佛从无尽世界中 捞出一个东西 一个白色的毛球 他不知道 初代灵如何诞生的 可是 他知道如何诞生灵 下一刻 将白色毛球 强行色入大道 在毛球茫然眼神中 一拳打下 打得毛球 砰的一声炸裂开 下一刻 炸裂的毛球 融入了那支流之中 原本缺乏灵性的长河 这一刻 仿佛 渐渐诞生了一些灵 那条支流 渐渐开始蠕动 片刻后 仿佛时光加速 眨眼间 一条大道支流 忽然化为了一个毛球 再次恢复成了毛球的模样 看懂了吗 年轻人耸耸间 将毛球丢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而这一刻的李浩 脸色微变 灵 魂 李浩脸色一变 他也许知道 灵是如何诞生的了 可此刻 李浩却是变了脸色 下一刻 转身就走 居然没再提及戒力之事 直接顿入长河上流 消失不见 长河尽头 年轻人有些疑惑 咋了 看懂了 你就跑了 跑得这么快干嘛 还没交流几句呢 何况 你打扰了我 就这么跑了 算了 昔日薅羊毛 薅了你好久 不和你计较 只是还是有些疑惑 此刻 也有些兴趣了 忽然 等上游李浩彻底消失 他忽然笑了 低声一语 毛球 你说 时光之主所在的时代 会不会很有趣 这家伙 开长河 运神兵 又为何不来取神兵 头顶上 毛球茫然 他也在睡觉 忽然被抓来 被打了一拳 大眼中满是迷茫 谁 时光之主 谁是时光之主 年轻人叹息一声 算了 还是趁着有时间 再补个教 也许 太平不了多久 混沌 真混沌 伪混沌 剑中混沌 外界混沌 真是无趣 这一刻 李浩跌落虚空 跌落下来 满脸惨白 他不管气息混乱 只是呆呆坐立原地 原本 还想提及一下 三身借力之法 此刻 却是一动不动 好像提不起兴趣 规则 有序 灵魂 这个世界 道 没有灵的 只有生灵才有灵 所以叫生灵 而不是道灵 而诞生灵的方法 居然 居然是生灵的灵 融入了道 李浩一言不发 这一刻 他仿佛彻底明误了什么 其实 他应该早就想到了才对 是啊 大道混杂 宇宙混杂 无处不在的混杂 指望天地自然进化 难度太高了 怎么办 身容大道 身容星辰 化身为道啊 唯有如此 道身一体 才能主动去深入进化 这一刻 他手中浮现一枚枚神文 这些神文 原本不觉得有何不妥 今日再看 却是明误了一些 这神文 缺少了一些灵性 若是杀死一人 将其精神融入神文 同修此道 比如 南拳修火形之道 杀死南拳 夺其灵魂 以其世神 融入火形之道 火形神文 必可自然修炼 自我进化 以灵长道 一开始 未必能迅速进化完全 可时间一长 必然可以做到 李浩沉默无声 当然 这需要自愿 最好主动去做 此刻的他 忽然有些惶恐 未来 为何会诞生无数的规则之道 那些道 好像一开始就有规则 有灵性 为何如此 我开辟的长河吗 若是我开辟的伪混沌 那岂不是说 我在我的界域中 融入了无数的魂 不会的 李浩低下了头 看着无尽的虚空 不会的 我岂会这么做 哪怕我真的失败了 我也不会这么做的 人的魂 融入了大道 好像也没什么 可是 好像是魔道 真正的魔道了 神文修道了极致 神文荣世 世荣新尘 新尘化道 是不是意味着 到了那时候 银月人 都会把自己修成道 先天道体 这刹那 李浩脸色再变 银月人 都算是先天道体 天然地具备大道之脉 如果 走到了极致 会不会化为大道 会不会渐渐被大道消融 银月人 天生道体 时光万道 大道宇宙 时光核心 这一刹那 李浩脸色微变 银月 时光星辰离开后 诞生的一个新世界 也就是说 时光星辰 未来会诞生一个有序世界 而这个有序 就是从现在开始 从银月开始 念头浮现 李浩有些乱 银月人 难道 天生便是为了有序而生吗 一切 都注定了吗 不 没有什么是注定的 李浩默默闭眼 陷入了沉思 这一刻 他脑海中浮现了太多的念头 若是银月人 真的都修炼到了极致 将是融入了道 将道 当成了自我去修炼 这到底是魔道 还是说 这才是正道 人 修炼成了道 修道修道 难不成 把自己修炼成了道 才是正道吗 能脱离吗 夺道入体 那道归一 李浩南南自语 一人一道 我修成了道 道成就了我 我将道化为有序规则 再将道吞噬回来呢 再化人参 断其道 留下一些尾巴 断尾重生 道还会再生吗 会的吧 若是如此 那倒是没关系了 只是一个短暂的形态转变 我修道 道纳入体 紧绷的脸色 渐渐缓和了下来 又想到了刚刚那人 一拳打爆了那白色小球 那白色小球 吞下了道 又恢复成了本来模样 这说明 是可以转换的 并非融入了道 就彻底成为了道的奴隶 也许 我想差了 那一刻 李浩想到的是 将人化为奴隶 攻击自己修炼大道 而今 转念一想 若是吞道再生呢 那道入体 对 这就是那道入体 种树一般 大道成长起来了 将这棵树砍了 根筋还在 倒应该还能重生 那道入体 这和如今修炼大道宇宙 最终脱离大道宇宙 其实也是一曲同工 只是 更彻底一些 将自身化为道来修炼 李浩摸了摸下巴 这样一来 肯定是有利有弊 他自身都没试过 将自己彻底融入大道长河 他其实干过 可那时候 也只是身容长河 并未彻底将自身 全部化为了道 咦 为何想着将男权融入 而不是将老师融入呢 不对 为何不想着自身 彻底切割融入呢 至尊化身千万 每一个分身 都融入一道 是不是也有话有序的意思 李浩眼神微动 想到了一人 心母至尊 他的分身很多 每一道分身 融入一道 这算不算是一种 附灵之法 给大道 赋予了灵魂 至尊的大道书 就有些这样的趋势 当然 目前来看 至尊并未彻底融入其中 只是分身 而他的分身 只是具备一部分灵 主体还在本尊那边 而苍帝 诞生于大道宇宙 是不是意味着 苍帝 其实是心武大道宇宙 孕育出来的大道之灵 和之前在长河中看到的 那白色小毛球一样 此刻 李浩想到了很多很多 还有 昔日 在银月 自己还没脱离银月的时候 其实 也尝试过 让大家融入大道之中 赋予自己力量 只是那时候 也只是短暂的一种式的融入 一种赋予大道之灵的趋势 但是并不彻底 这一刻 李浩想到了很多 将往日一些不太在意的举动 全部贯穿到了一起 又联想到未来的规则之道 此刻 脑海中 渐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线 若是未来那人 来自自己开辟的伪混沌 伪混沌中的道 是有序的 那代表 可能自己进行过梳理 甚至融到其中 魂融大道 将大道化为了灵 最后 吞道入体吗 人王的那天地 算不算一种吞道入体 念头再现 自己要修自身 算不算一种吞道入体 天方之主 带走了大道宇宙所有的能量 将所有大道之力 全部掠夺一空 这算不算那道入体 也许 都算 混沌 本身就在朝有序发展 有序之力 剔除杂志 这一刻 李浩仿佛有了些线索了 就在此刻 二猫瞬间浮现 有些不爽的样子 下次别让本猫去那边了 大猫抓着我 非要和我分享小鱼干 他又不喜欢吃 大猫真是百无禁忌 什么都吃 可大猫超级热情 你不吃 大猫都快哭了 盛情难却 二猫咕弄了几句 杂巴了几下嘴 李浩一正 看了他一眼 所以 你吃了 二猫翻了个白眼 摇了摇尾巴 你猜我吃没吃 他也没继续说 反问道 你遇到了你口中 所谓的未来之人了吗 遇到了 李浩点头 对方答应借礼给你了吗 没问 二猫都无语了 那你去未来干嘛 当真不消耗受缘的吗 你是不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 非要折腾一下 消耗一点才爽 还是说 你觉得 反正要走生死 无所谓 就是玩 多走几次也无妨 这人 怎么这样呢 李浩笑了 人王怎么说 二猫也不再多问李浩这些 文言开口 人王说 借可以 打欠条 嗯 他对时光有些了解 他说 借给你 可能在某个时刻 他会瞬间失去力量 很危险 这一次 他说 最少一个高等八阶宇宙 轮回那样的宇宙 才能还债 李浩失效 想了想 倒是没急着说这个 思索了一番 看向二猫道 二猫 你现在怎么不加前辈了 二猫瞥了他一眼 这家伙 最近喊自己 有时候都不喊前辈了 直呼其名 不礼貌的小家伙 李浩再次失效 二猫前辈 我有一事 稍显疑惑 截取过去的片段 过去的判断 原则上说 算不算一种刀的体现 二猫一正 啥意思 算不算刀 他有些没明白 李浩的意思 露出了疑惑的眼神 两只大眼睛 茫然地看着李浩 以前李浩问话 他都懂 现在有些不懂了 李浩解释道 如果 当年的过去片段 算是长河中的一条大道 那二猫前辈 具现出来 降临人间 算不算一种大道的重生 二猫愣了一下 此刻 认真思考了起来 许久 有些不确定 不知道啊 也不好说 如果你将这过去片段 荡成了一条道 也许 便是一条道 你要真这么觉得 也能算是到的一种重生吧 他也不知道 该如何去解释 过去的片段空间 这算是一种大道吗 李浩眼神微动 那二猫前辈 除了吞噬之能 本能上 具备什么特殊能力吗 本能 二猫短短的爪子 挠了挠猫头 此刻 又有些糊涂了 除了吞噬 自己还有什么 本能上的擅长手段吗 许久 二猫有些不确定道 你说的特殊能力 是什么能力 李浩看了他一眼 仔细思考了一番 吞噬 只是二猫模仿 舱地的一种手段 或者说 他还是认为 自己就是舱地的一种灵魔体 所以 他一直战斗 都用吞噬手段 不见二猫 用一些其他特殊手段 他有吗 李浩觉得 肯定是有的 过去的一个片段 虚幻空间 如果 这是一种道 那是什么道 二猫当年所在的空间 到底是过去 还是说 一种大道内部的景象 这个空间 只是战天帝 用来观摩星武的吗 还是说 有更深层的研究 还有 当年据说 不只有二猫和战天帝 是有真正的生灵 在其中的 星武书乡帝尊 就曾在这个片段空间中 生存了很久 生灵也可入 截取过去 生灵可入 如梦如幻 如虚如实 虚幻的二猫 当初没有彻底降临人间 几乎不死不灭 而今却是失去了这种能力 那时候的二猫 不强 可敌人的攻击 哪怕真的打死了它 也能随时复活 就如昔日血帝尊 用世界之力 复活了二猫 二猫本身就是虚幻相见的 虚实相见 真真假假 这么说 能算是一种真假对立之道吗 万物皆有道 二猫本身 是道的一种幻化体 所以 道不灭 二猫不灭才对 真假永存 所以 二猫当初容道 是一种不死的存在 只是如今 二猫潜意识觉得 自己活了 成为真实存在 不再可以不死不灭 所以 他觉得自己会死了 李昊 二猫见李昊盯着自己走神 有些别扭 忍不住打断了李昊 你一直盯着 我看干嘛 我想 如果打死了前辈 前辈还能复活吗 这是人话 二猫怒了 我为你兢兢业业的干活 我一个 只睡觉的猫 现在都成你家包身工了 你还要打死我 你还是个人吗 而这一刻 李昊却是笑了起来 前辈 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谁能说 过去就是假的 过去就是虚幻 前辈 真的是苍地的复制品吗 什么意思 二猫其实不太想提及这个 有些不舒服 没人 没猫想成为另外一只猫的复制品 哪怕他不讨厌大猫 大猫也对他很好 很尊重自己 可是 提及二猫 都会说 那是大猫的过去身 前辈 你既是苍地的过去 为何不能是任何人的过去 真真假假 有什么区别呢 昔日 那一处空间 只有前辈存在吗 不是说 还有许多存在吗 这些存在 到底是一体的 还是说 独立的 二猫愣了一下 看向李昊 李昊又道 如果 我说那处空间 是一条大道 一条模仿 复制 虚实相见的道 二猫前辈 可能是任何人的过去 可能模拟任何人 那二猫前辈 便是道灵 而不是谁的复制品 二猫前辈 也许 本身就是道的化身 这些 他之前从未想过 今日 看到了未来 看到了 那白色毛球绒道 画道 他忽然想到了一些东西 二猫 真的是大猫的复制品 只是大猫的过去 他为何不可能是整条道 孕育出来的一种生灵 此刻的二猫 有些诗神 看着李浩 我不是复制品 我是 道灵 大道的灵 我 本身就是一条道 可是 他有些茫然 道 怎么会诞生灵魂呢 有听说过兵器成灵 有听说过山水成灵 有听说过 世界蕴养天意成灵 唯独没听说过 大道能成灵的 大道 不是独立的吗 李浩此刻 却是有些想通了 略显兴奋 为何不行 剑能成灵 山水能成灵 有些时候 蕴养得久了 任何存在 都有希望成灵 未必说 一定要灵魂融入 比如说 剑印 剑术 剑石 都成灵了 他们的主人 剑尊 一直在蕴养 思维在一散 灵魂在一散 那自然也能将物 蕴养成灵 而前辈 李浩想了想到 如果说 前辈是一条大道 特殊的大道 一直处于战天帝身边 然后 长期被蕴养 被赋予一些战天帝的灵 是否会诞生灵呢 前辈知识渊博 在我眼中 甚至不弱于任何强者 为何会有如此多的知识储备 难道不是来自战天帝吗 二毛茫然 许久 看着李浩 好吧 就算你说的是对的 我不是大猫的复制品 我是 盗灵 可是 我也只是七阶 和你接下来的危机 没什么关系吧 你现在不应该去想 如何解决危机吗 你都没和未来的人打招呼 不急不急 还有一个月 此刻 李浩笑了 笑容璀璨 如果二毛前辈 真是一种真假虚幻 复制之道般的大道存在 成灵了 那能否复制我呢 什么 二毛一愣 啥意思 二毛前辈 能否将我复制一份出来 成为我呢 二毛都猛了 冒充你吗 我才七阶 哦 你也是 就算能冒充 可咱们战力 还是这样没变化 二毛前辈 能复制一个我 那能否复制千千万万个我呢 啥意思啊 二毛这次真猛了 李浩却是兴奋了 我是说 我现在执掌千剑 力量一般 可如果 二毛前辈 能将音乐所有修饰 全部复制成我 真假难辨 大道相通 包括几位八阶帝尊 若是都能复制成我 我就是他们 他们就是我 不需要过去未来 他们就是 我的过去未来 就是我的分身 分身合一 是否 可无限推动我提升 将雷戒之道 转换成我的道 将雾山的道 化为我的道 将道旗的道 化为我的道 二毛这次听懂了 却是觉得有些不敢置信 觉得李浩实在是 太高估自己了 他一脸猛 能做到这个 怎么可能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 李浩解释道 当年的片段中 无数人存在 包括占天地 苍地 天狗 每个人 都擅长不同的道 为何都能呈现出来呢 算不算一种复刻 二毛前辈 将自己当成了 苍地的复制品 是不是就可以用 苍地的吞噬之道 既然可以模拟苍地 为何不能模拟 任何大道呢 二毛摇头 不可能 我做不到的 前辈 为何不试试呢 李浩勸说道 如果能成功 代表前辈的确不是什么复制品 而是真实存在 大道之灵 真正的生灵 并非只是一位 可有可无的复制之猫 说到这 微微一正 忽然不在坑上 如果 过去不可截断 他一直觉得 占天地有些不可思议 居然可以截断过去片段 哪像是六阶 九阶都做不到吧 可以一直 带着一些希望和幻想 若是我也能做到 我就能截取过去 将一些人 彻底复活了 可今日 他有些失神 如果说 二猫只是大道之灵的话 是不是代表 截取过去 是一种不可能的事 这一刻 脑海中 那渐渐开始模糊的几道人影 忽然愈加模糊了 李浩沉默了下来 爸妈 小远 适者不可追吗 我 是否真的无法复活你们 将你们从过去片段中截取出来 这其实是不可行的对吗 二猫 并非不可思议地过去片段降临 它是大道的灵 而苍帝 也许也是一种大道的灵 战天地 也许早就在研究大道之灵了 所以 诞生了两只猫 而二猫 此刻好像有些懂了李浩的心思 如果自己不是过去之猫 代表过去 是不可能真的降临现实的吗 李浩 我应该就是大猫的复制品 李浩清醒 看向二猫 哑然失笑 前辈 真会安慰人 二猫 也许看出了什么 可李浩 并不是那么容易失落沮丧的人 此刻 笑道 没关系 新年的战天地 也只是六阶之力 而我 会更强大的 未必需要截取片段 而是回归过去 截取一些灵性之源 捕捉到没修炼的一些人的源 我也许能找出来 就如当初游走星舞过去 我游走音乐过去 截取一些过去之人的灵性之源 也一样的 所以 前辈无需安慰我什么 二猫摇了摇尾巴 这次没再说了 此刻 有些自我怀疑 那我不是复制品 李浩笑了 我觉得不是 二猫好像略有一些雀跃 也就是说 如果我能复制一些东西 复制一些大道之力 这就能证明 我其实 是道灵 对 可我不会啊 二猫忽然有些委屈 我就会吞噬 不 你只是潜意识地 将自己当成了仓地复制品 才只会吞噬 你的道 很特殊 也许 需要你真情实感去带入其中 比如要复制我 那就带入我 观摩我的过去 了解我 宛如我一体 让自己相信自己 就是我 你就可能复制出我 二猫忽然有些明误 你的意思是 让我游走你的记忆长河 观摩你的过去 带入其中 合适吗 有合不合适的 李浩笑了 我的过去 没什么可遮掩的 没什么不能对人言的 如果真能行 此次 未必需要借力他人 而是 我们自己扛 不单单如此 若是真的证明了 前辈就是道灵 他眼神闪烁 带着一些光辉 忽然笑了 我银月诸修 都是天生道体 气和大道 天生的道体 天生的道灵 如果 这是一种修炼之法 人人都可化道 那时候 也许会有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二猫不明觉厉 嗯 你说的有道理 虽然我觉得 我真不会 可我也相信 我是道灵 对 我是道灵 不是大猫的复制品 这么一想 忽然觉得 好开心 那你对我开放记忆常合 我去看你记忆 二猫有些雀跃 我若是 能将自己复制成你 真假难辨 大到一体 是不是代表 我可彻底容力归你 而你 也能容力归我 对 好有意思啊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 我也许 真行 虽然带着三分不确定 可这一刻 二猫愿意这么相信 他其实很清楚 李浩只是一些猜测判断 并非真的断定如此 可是 若是真的呢 那我会很开心的 而李浩 此刻也是满脸的期待 如果证明 二猫真的是道灵 很多东西 都会有巨大的变化了 包括接下来的感悟万道 心中再次移动 之前一直疑惑 战天帝为何那么轻松 在心目就感悟了万道 如果说 战天帝本身就掌握了 二猫这样的复制之道 甚至是一种核心的道 战天帝的核心 那 有了这条复制大道 在万道皆可复制的话 感悟万道的难度 好像会大减 这一刻 他脸色微变 如果真这样 战天帝感悟万道 凝聚时光 也许有了解释 为何他能做到 而且还是那么的快 短短岁月 就完成了时光的汇聚 也能解释 为何二猫 会一直和战天帝虚影 生活在一个片段之中 因为 这条道 复制了某一个时间段 不断重复 记忆最为深刻 这一刻 再看二猫 仿佛看到了无数的财富 这才是招财猫吗 第564章 复制 二猫的核心 是复制 若是这猜测是真 那很可能会推翻一些之前的猜测 当然 对目前的李浩而言 若是二猫的核心道 是复制之道 那就可能会给它 带来巨大无比的帮助 道灵 大道 诞生了灵 化为了有序 心中有了这样的猜测 在看二猫 宛如看到了无数财富 喜悦之色 溢于言表 而二猫 被李浩看得有些不太自在 我是复制之道吗 我自己都不确定 眼前的李浩 倒是兴奋起来了 李浩 是不是 我自己都不清楚 没关系 李浩宛如怪叔叔 哄骗着小孩一般 看着二猫 笑得有些灿烂 二猫 音乐的人 不一般 都来源于时光星辰 而时光星辰 其中的万道 如果推测为真 可能一部分道 来源于复制 也就是你 占天地是天才 李浩相信 也笃信 可天才道 没有任何根基的情况下 直接感悟万道 还融合了万道 形成了时光 这太可怕了 对方甚至都没走出心物 除非 他在不断复制一些大道 那虽然也妖孽无比 但是 还勉强可以接受 否则 李浩太自卑了 他可是有占天地的时光星辰在跟前 眼下 可以说是在模仿 他模仿到现在 都没个头绪 别说万道 三千大道都没完成 人家不是模仿 是直接开创 这差距 说起来 太大了 大的不可思议 这还是李浩 一个短短时间内 跨入七阶的修士 若是核战对比 那混沌中的帝尊 都可以自杀了 所以 复制一道 九成九是真的存在的 那现在 怎么办 二猫看着李浩 李浩迅速道 你先入我记忆长河 我觉得 就算是复制之道 你对我不够了解 也不能复制出来一个我 二猫思考一番 觉得也有道理 那先入记忆长河 时光长河 记忆长河 其实都是一体的 只是窥探记忆 需要通过一些本人的源 去溯源 这一点 这一点 将记忆长河 时光长河区分了出来 而今 李浩本尊就在这 溯源自然不难 一人一猫 迅速操控时光 很快 眼前浮现出一条长河 长河波涛 这一次 和之前不同了 这一次 李浩其实也是第一次 去回溯自己的过去 他不太喜欢回想过去 但是此刻 还是开始回溯 带着二猫一起 他的生命 其实很短暂 可他的记忆长河中 波涛滚滚 每一个浪涛 代表了一个大事件 几乎是连绵不断 这也代表 这些年 李浩经历了太多的东西 一直回溯到了尽头 那代表李浩诞生的时刻 其实很短暂 眨眼间就到了尽头 一人一猫 迅速落入河流之中 这也许是李浩第一次 或者说 无数人 可能都没经历过的 亲眼看着自己 哇哇落地 是的 记忆中 李浩诞生了 这一年 音乐世界 灵气开始复苏 超能 也是在这一年 正式开始出现 李浩的诞生 仿佛见证了 超能诞生的时代 银城小弟 记忆中的房屋 邻居大妈 此刻还不是大妈 还是位少妇 和以后那位 唠叨个没完的大妈 截然不同 造物主 如此的神奇 年轻时代的大妈 还是很安静的 谁知道到老了 会那么能唠叨 自己的母亲 很年轻 李浩 如同旁观者 意志融入 旁观这一切 旁观着自己一点点长大 童年时代的李浩 是很幸福的 家庭美满 生活虽不算富足 却也不穷 有房子 甚至后来 父亲还买了车子 在那小小的银城 算是中产家庭了 若是一直持续下去 李浩 应该会很幸福 当然 也可能会随时覆灭 因为银城很关键 这里 很多人关注 记忆中 又浮现出了 小时候和张远玩耍的场景 这位发小 小时候就很听话 听李浩的话 两人穿梭在街头小巷 让李浩一些淡化的记忆 再次被激发 几次复生 其实淡化了一些记忆 然而 这一次 回溯自己的过去 记忆好像都再次被激发了 父亲 母亲 兄弟 这些渐渐在自己记忆中消失的人影 再次浮现 回溯自己的过去 其实也是一次揭开伤疤的举动 而李浩 却是坦然接受了 记忆消散了一部分 非他特意为之 只是几次死而复生 每一次复生 都会淡化一些感情 渐渐地 心中还知道 也清楚 有这些人的存在 可慢慢地 就好像 有些遗忘了 人 太健忘了 看了一回自己的过去 忽然 李浩一正 他了解自己的过去 自己18岁之前 几乎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此刻 郑神 并非是因为自己有什么特殊 而是 这一刻 他看到了袁硕 小时候 自己的老师 好像也在银城 银城不大 李浩四五岁的时候 袁硕应该就为了保命 那时候超能崛起几年了 袁硕有些难以匹敌 选择了留在银城 看到袁硕 其实不稀奇 稀奇的是 袁硕身边 居然还跟着女人 关键是 并非碧光剑 李浩折舌 老师 这 年轻的时候 不对 他隐居的时候 也不年轻了 好像五十多岁了 这个时期的袁硕 居然还在把妹 真是 以前还一直觉得老师德高望重 哪怕大家都喊他老摩 自己也觉得老师是正人君子 合着 原来如此的无耻 真是 不能多看 看多了 会崩塌形象的 袁硕 只是记忆中的一角 银城太小 遇到了不稀奇 李浩小时候 甚至也遇到过流龙 那时候的流龙 还是银城巡检寺的一个普通巡检 在大街上看到的 双方擦肩而过 大概也没想过 十多年后 双方会有很大的交集 从旁观者角度 去看自己的人生 李浩忽然觉得 还挺有意思的 意识光团旁边 还有二猫的存在 此刻的二猫 也在认真观看 看了一阵 觉得李浩的童年时代 其实很简单 也没什么太多的不幸 而且 自小聪慧的李浩 也很得四周人的喜欢 过得很幸福 直到 记忆不断过去 直到那一日 少年李浩 看到了两具焦黑的尸体 残破不堪 那时父母在一次意外中 出现了车祸 丢了性命 这时候 李浩的人生 才有了巨大的波动和起伏 看着记忆中的那一幕 李浩沉默无声 他的童年 少年 都是幸福的 一切的转变 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 红月组织入侵 迎成八大家的秘密开始流传 不断有八大家的后人被杀 死得翘无声息 一次次意外 不断在这小城中出现 父母死后 当年以为只是意外 那时候的李浩 虽然悲伤 却也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子 兄弟张远 又多了几分关心 让李浩 没有在这个时期 感受到太大的孤独和绝望 后来 他和张远 一起上了银城古院 因为记忆更强 天赋更好 他被袁硕看重 挑选过去 跟他研究古文字体系 从而 正是和袁硕有了交集 成了袁硕在银城古院的 最后一位弟子 记忆不断快进 微微有些紧张起来 二毛也感受到了 七阶帝尊的李浩 在这一刻 居然有些紧张了 记忆 来到了一次雨夜 红色影子浮现 这一刻的李浩 意志动荡 甚至想要干扰过去 格杀着影子 他知道 这一夜 他记忆太清晰了 他的兄弟 就是在这一夜死去的 临死之前 让他离开古院 从而 才有了银城巡检司巡检李浩 往日 李浩知知道后面部分 并不是太清楚 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日 他看到了 红颖 好像有些徘徊 在李浩和张远的寝室 两个寝室之间 有些徘徊 显然 红颖也许也没想到 这一日 会感受到两股八大家血脉气息 或者感受到了 但是 李浩的气息浓郁度更大 对方原本的目标 大概还是张远 此刻 却是徘徊不定 最终 还是受到了幕后 红月之人的主导 进入了张远寝室 李浩的意志 瞬间钻入 二猫也急忙跟着进入 寝室中 黑暗无光 红色影子 忽然钻入张远体内 正在熟睡的张远 陡然惊醒 浑身好像被点燃一般 痛苦无比 却是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自然 其实是红颖 在燃烧他的血脉之力 张家的血脉之力 此刻的张远 痛苦到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整个人都好像被燃烧殆尽一般 痛苦到 甚至放弃了挣扎 原本 红颖这种超能之力 超自然的力量 对付一个普通人 很简单 让对方在无知中死去 无法反抗 无法抗衡 可就在这一刻 李浩发现了 痛苦无比的张远 好像也发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血脉被点燃到了极致 那浓郁的血脉之力 仿佛让他看到了什么 隔壁 一条红色血线 那是银城上空的 八大家所联系的 乾坤八卦阵 也是封印红月帝尊的阵法 这一刻的张远 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血色丝线 正在不断崩断 而隔壁 是李浩 头顶 也悬浮着一根血线 不知道 从哪诞生出一股求生欲望 原本躺在床上 无法动弹的张远 在这一刻 忽然挣扎着 砰的一声 从床上摔下 寝室中 还有其他人 仿佛被这动静惊醒 有人喊了几声 并无回应 而黑暗中 张远 一点点爬行着 挣扎着 痛苦着 这一刻 李浩才清楚 当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一直都知道 那一夜 原本风雨交加 大家都早早入眠 隔壁寝室 却是很快传来了一些动静 渐渐地 动静越来越大 甚至传出了惊叫声 也是那一阵动静 才引发了 他起床走出寝室 去看起了热闹 结果 就看到了 那终生难忘的一幕 只是 他不知道 在这之前 原来 小远已经放弃了挣扎 认命了 最后 却是挣扎了起来 是看到了八卦图上 最后一根线 连接的是我吗 黑暗中 一人在奋力爬行 明明只是很近很近的寝室门 他挣扎着 爬动着 蠕动着 宛如臭虫一般 锁起来的门 成为了他最大的屏障 无法越过 头撞击着门户 巨大的动静 彻底惊醒了寝室中人 有人打开了灯 下一刻 便是惊呼声 有人匆忙间 打开了门户 有人想扶起张远 却是被烫的尖叫 眼看着张远身上 好像浮现出了火苗 尖叫声响彻了寝室 而张远 看着门被打开 继续开始了他的攀爬 沿着门户 一点点地蠕动出去 而四周 已经出现了许多学生 却是没人敢靠近 都带着惊悚和惧怕 大声喊叫着什么 直到隔壁的门户打开 直到 这个时代的李浩 从寝室中走出 一直蠕动攀爬的张远 那仿佛被烧瞎的双眼 这才有些世人 嘴角 微微开合 好像对着李浩说些什么 李浩知道 他在说什么 快跑 是的 这一日 李浩记忆犹新 他的兄弟 死在了这一晚 而那一晚 所有人都慌乱了 没人注意到张远说了什么 也没看出来什么 只看到 他嘴巴张合 仿佛在求援 唯独李浩知道 他让自己逃 过去的记忆 不断动荡 一旁的二猫 其实不了解这一段过去 此刻 却是有些心惊 一个普通人 在那种情况下 居然真的爬出来了 找到了李浩 让他逃走 也许 没有张远这一挣扎 一年后 风雨之夜 也许 李浩也会和张远一样 在默默无闻中死去 那整个营业 整个混沌 甚至都不会是今日这样 也是那一晚 张远的挣扎 市井 让李浩看到了红影 让李浩感受到了 让人窒息的危机感 于是 才有了今日的李浩 他走出了银城古院 进入了巡检司 追查真相 了解了超能 彻底跨入了武师体系 脱离了繁俗之身 于是 有了今日 原以为 很了解李浩的二猫 此刻忽然发现 其实大家不了解李浩 没人看到这一幕 哪怕知道 李浩的父母 发小 都是因为红月组织而死 可没人知道 昔日 具体情况 会是这样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 那一日 只要张远不挣扎 放弃了 他就会无声死去 红影消失 李浩 再也看不到红影 不会觉得有问题 不会彻底离开古院 一年后的李浩 同样会如此死去 八大家血脉 彻底归于 印红月 也许 那就是印红月的故事了 记忆 继续流淌 此刻 二猫看到了更多 看到了李浩 在巡检司 一点点探查出所有真相 了解了超能 武师 红月 后面 一直到二猫复活 二猫都已知晓 长河波动 李浩和二猫的意志 从长河中脱离 时空动荡 李浩 恢复了平静 此刻 二猫倒是 有些同情 看了一眼李浩 你想复活他 此刻的李浩 云淡风轻 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 脸色平静 想 为何不呢 当初 我杀印红月 便宜他了 早知道小远是这样死的 我会让他经历更多的痛苦 二猫想说什么 最终没有说出口 印红月已经死了 幕后的红月事件 而今 也只有红月帝尊一人活着了 瞅 算是爆了 可人 是很难复活了 一个普通人 没有修炼 没有激发出道脉 这样的人 银月世界死了太多太多 哪怕真有道脉星辰存在 也宛如一颗尘 伊丽莎在银月大道宇宙中飘荡 亿亿万 哪一颗会属于张远那样的普通人呢 哪怕强如李浩也难全部复活 那死去的亿万苍生 若是真这么做了 李浩自己也要死 李浩并未纠结这些 而是看向二猫 而今 你看过我的一切记忆并非简单叙述 而是从内到外 全部看过 有想法吗 二猫想翻白眼 有啥想法 复制 哪有那么简单 何况 他还是不确定 自己会不会好吧 他也将这段过去 压在了心中 显然 到今日 李浩并未彻底释怀 走出银月 针对红月 恐怕不单单是因为心悟 只是给自己找个由头罢了 对付红月 也许也和张远 还有死去父母有关 应红月是死了 那位红月的帝尊也死了 可一切的源头 都是来源于红月的入侵 李浩不对付红月才怪了 这家伙 心眼很小的 复制 此刻 二猫也将这些压下 有些头疼 复制你 其实很难 你掌握得到太多 我就算真会 也难彻底复制出来你 李浩点头 不用完全一样 哪怕只有一条大道 复制出来了 也可以 这代表 你有这样的能力 复制出来 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而今 就算李浩融了 银月大道宇宙 也只是给自己加成一些 其实加成实力不大 可若是 将那些七阶八阶 复制成自己一样的道 那就是天然的契合 直接可以融入自己 壮大自己 强化自己 那不是戒力了 而是 本身就具备 若是有大道 壮大到了八阶 有的壮大到了七阶 再融入一些五六阶 帝尊之道 大道叠加之下 李浩也许会爆发出 前所未有的强大之力 二猫也知道 这是一个机会 彻底站稳脚跟的机会 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当然 可能需要依靠一只猫 此刻 它也鸣思苦想 有些纠结 复制吗 好难 它没有什么头绪 渐渐地 又好像有了一点头绪 如果它真的是 大道之灵的话 也就是说 从一开始 它就是灵 并不存在所谓的 彻底降临现实 吸收了大量的 世界之源 生命之源 只是说 更加完善了 二猫的这副躯体 而不是说 没了生命之源 自己其实就是死物 也许 那样的状态 才更适合去复制大道 此刻的二猫 面临了一个选择 它看向李浩 开口 我觉得 我现在可能被这剧线的身体 给束缚了 除非 我放弃这剧剧线出来的身体 也就是七阶肉身 再次回归到之前的模样 看看能否复制 这样一来的话 我还能不能再次剧线肉身 就不是太确定了 那样一来 它会失去七阶之力 而李浩这边 也会少一元七阶强者 为了赌一次正确 划算吗 放弃了肉身 哪怕再次吞噬 能恢复到七阶吗 还能再次剧线吗 二猫不确定 李浩微微凝眉 二猫又道 我倒是无所谓 不过你要考虑清楚了 我若是放弃了现在的肉身 少一位七阶 你若是觉得没关系 李浩吐了口气 没关系 二猫无语了 他就这么看着李浩 一脸的不爽 我就客气一下 你还真说没关系啊 你好直接 李浩笑了 大不了 以后再给你找世界之源 而金 还怕没敌人吗 试试好了 没关系的 何况 这肉身就算放弃了 难道世界之源就全部消散了 大不了消耗一部分 试试看 若是成功了 一位七阶算什么 若是失败了 也不差你一个七阶了 二猫沮丧 这话 还是人话 那我 真的放弃了 嗯 快点吧 二猫眼神不善 李浩 一点不尊重前辈 太不是东西了 当时为了具现这具肉身 耗费了多少精力 自己还考虑了很久 经历了很大的心理挣扎过程 又是和焦叔的道别 又是这个那个的 好家伙 现在到了你这 就一句快点吧 你比狗都要狗 虽然很无奈 很不舍 可二猫想了想 也对 现在又不差对手 不差敌人 大不了 打爆一个大事件 再吞大世界之源恢复 有了这想法 他不再迟疑 大量的生命之力 从体内溢散出来 而李浩 也不客气 别浪费了 世界之源 不是强大自己的能量 但是 是一种生机 刚好自己之前走时光 消耗了一些生命力和寿源 此刻 倒是刚好补充一下自己 挺好的 一位七阶帝尊的生机 足够补充自己消耗了 而此刻 二猫有些恼怒了 本猫还没死呢 你就算一死一下 现在把我的生命之源 收集起来 一丝一丝 等我复制失败了 再让我吸回来 也比现在强吧 好家伙 你就给吸了 这要是真不是复制之道 你是不是就不给我了 郁闷归郁闷 二猫也没开口 散尽了那些生命之力 气息下滑 或者说直接消失了 此刻的二猫 好像恢复到了当初刚复活的地步 气息很微弱 若有若无的样子 处于一个临界点 就好像 这无处不在的大道 你有些感知 又无法彻底感知清楚 此刻 李浩玉家笃信 二猫就是道灵 之前一直想着 二猫为何能如此遮掩气息 现在有些明雾了 可能不是特意去遮掩 就如这无处不在的大道 二猫其实就在这 只是 想看到大道本质 除非对大道感悟很深 否则 你只能知道它存在 未必能感知到它 将二猫的一切神意之处 联系到大道之灵 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而二猫也没在管李浩 他开始尝试着去复制 沿着记忆中的一切 去复制出来 渐渐地 二猫有些异样 从未想过 他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也从未试过 然而这一刻 他回想着李浩的点点滴滴 将自己带入李浩 渐渐地 他形态上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好像回到了李浩降生的那一日 忽然 原本的一只猫 渐渐地 融化了 宛如面团一样 开始出现变化 李浩眼神一动 虚空中 浮现的不再是二猫 而是一个 光屁股的小孩 那是 我 李浩一时间眼神复杂 有些说不出的感受 复制 完全地复制吗 若是一点没差别 那太可怕了 复制一道 是一条强大的道 但是真要是随意复制 无所限制 岂不是连时光 都能复制 这不可能 若是如此 二猫真掌握了复制一道 其实一道甚万道 一个个念头 不断浮现 而面前的孩子 也在成长 从婴儿 到幼儿 渐渐地 到少年 好像在延续李浩的路 开始习武 开始修炼 开始汲取能量 开始修道 这就是另外一个李浩 而李浩 眼神变幻 当年的二猫 难道也是如此 以假乱真 让人觉得 他是大猫的投影 几乎无法辨别出区别来 最大的区别是 当年的二猫和大猫 性格上的截然不同 气质上的一些差别 后来 更是有了一些实力上的差别 否则 几乎难以判别真假 眼前的李浩 和李浩自己记忆中的自己 都完全一样 好像没有任何差别 有差别的 只是实力 眼前的李浩 还很弱小 但是正在成长 喵 此刻 二猫好像才回神 若非这一声猫叫 让人想起了 他二猫的身份 李浩都要怀疑 自己是不是难分辨真假了 而从自己身体口中 传出猫叫声 还是很瘆人的 此刻 二猫也是震动 好像 好像真的可以 他也不知道为何 只是沉浸在记忆中 沉浸在李浩的过去中 然后 他就自然出现了变化 他居然真的化身成了李浩 仿佛成了第二个李浩 成为了李浩的投影 而李浩 吐了口气 我就说 所以 当年 那虚幻空间中的一切 甚至 包括占天地 都只是 一部分投影罢了 是你复制出来的 二猫一正 他愣住了 不 复制出来的 那教书的 其实 一直不存在 李浩好像懂了 他解释到 占天地 应该和你生存过一段时间 甚至你就代表了一部分 占天地的意 因为发生过 你才能重现出来 你的复制一道 应该是要经历过 感知过 可能才能复制出来一些东西 所以 二猫和占天地的生活片段 应该是存在的 当然 这个片段中 二猫的本体 是盗灵的话 那可能不是苍猫 而是盗灵一直和占生活在一起 二猫有些走神 片刻后 缓缓道 李浩 那你是说 其实 我是教书的大盗成灵 李浩点头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甚至可能是占天地的核心 大盗成灵 否则 占天地很难迅速感悟出时光 若是会复制的话 就会简单许多了 二猫也不知该洗该杯 洗的是 我是真正的生灵 不管本质如何 我是真实存在的 而杯的是 我居然不是一只猫 李浩则是迅速道 你这复制灵魔 有什么弊端 或者说难处吗 二猫仔细回想了一番 许久才道 沉浸其中 将我当成你 其实不算太难 难的是 无法完全复制 我一直沉浸到你的现在 可我走到了千玉剑里 就失败了 不知道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能量 还是因为 大到太多 我无法一一分辨出来 除非你给我提供上千届的能量 我再试试看 要不然 他复制不了李浩的 能量 是个问题 李浩倒是吐了口气 那还好 你要真完全和我一样了 我自己都要怀疑 我是不是李浩了 而此刻 李浩更关心一点 你能和我融合吗 二猫看着李浩 李浩想了想又道 不用肉身融合 我很介意 二猫无语 大到融合 你施展能量 我也施展 看看能量能否融合到一起 二猫嘀咕 他也介意好吧 谁愿意和你肉身融合 你以为你是谁啊 二猫施展大到之力 李浩也施展大到之力 两股大到之力 强弱不同 在虚空接触 一瞬间 融合了 汇聚为一体 瞬间爆发 哄 原本都差不多用了一阶帝尊之力 这瞬间爆发 李浩眼神瞬间变换了一下 而二猫 也是眼神一动 和李浩如出一辙 叠加了 真正的叠加 两股力量 好像天然一体的 融合起来 毫无违和感 二猫也是一惊 看向李浩 李浩眼神变幻 真的可以 二猫震撼无比 怎么会 若是如此 那 岂不是想复制九阶都行 李浩摇头 你没这个能力 你也无法窥探九阶的过去 无法做到完全一致 你能复制我 是因为我给你窥探了我的过去 想到这 李浩微微凝眉 但是 目前你也只能如此 我现在需要的是 你来将他人的道 复制成和我一样的道 不是你来复制成他们 还有 你能复制出八阶强者吗 若是不能 那只能选择弱者 李浩思索一番 又道 银月的道 都在大道宇宙 一个个复制太麻烦了 若是你能将整个银月宇宙复制出来 和我同源 我就可以将整个银月宇宙 全部纳入我的体系中 融为一体 二猫有些不解 你是让我改变银月宇宙的性质 不是我变成银月宇宙 对吗 嗯 李浩点头 单纯你改变形态 意义不大 你一猫之力 再强也有限 二猫挠头 这个可以做到吗 能行吗 那我岂不是需要了解 银月宇宙的构成和由来 甚至窥探宇宙的记忆 才能做到 有可能 那非银月宇宙 换个强大点的宇宙呢 是不是更好一些 李浩想了想到 银月的道 和我更契合 我就来源于银月 这样会相对简单一些 银月本身不算强 只有一些六阶帝尊 唯一意味七阶 是我师父 但是 人多 力量叠加起来 也很可怕 还是双道宇宙 若是完全融入我道 也许可以帮我 增加上千道之力 说吧 看向二猫 你还是恢复猫的样子 这家伙变成自己的样子 自己和自己对话 很别扭的 二猫翻了个白眼 李浩也很郁闷 这是我的样子 你别这样翻白眼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呢 很快 二猫恢复了猫的形态 他更适应猫的样子 哪怕此刻 他也认为 自己就是复制之道的道灵 可还是觉得 自己是一只猫 太多年了 一时半会的 不可能更改过来的 恢复成了猫的样子 二猫也习惯了许多 此刻 好奇到 你的意思是 让我去改变 其他人大道形态 和你彻底契合 这样 你就可以对付 那些强大的帝尊了 对 那这些人 最后会被你彻底同化吗 二猫有些不安 彻底变成了你的一份子 他看着李浩 他想知道一个答 这其实很危险 如果 李浩贪心一些 这可能是一个大捷径 其他人的道 都变成了和李浩同源 那李浩就可能 直接吞噬他们的道 变成自己的 迅速完成万道的积累 虽然若 但是完成了万道积累 就可以正式走向时光之道了 而不是到现在 还没完成积累 李浩笑了 你觉得我会吗 二猫摇头 他觉得李浩不会 可是 人心一变 李浩真要感受到了好处 他人的道 化为自己的道 还能彻底融合融洽 一下子就能感悟几千大道的话 他还能保持现在的初心吗 纵然银月万道不够圆满 可挑选一下 挑出几千还算可以的大道 可以吧 对李浩而言 一下子 能节省多少时间 而此刻 李浩却是笑道 好了 不会这样的 再说了 别人的道 终究是别人的 你就算复制改变了 其实本质上还是别人的 我真有这心思 早就一心修炼时光了 时光星辰 一直没有和我完全契合 其中 万道俱全 这只猫 心眼变多了 可能是受到了自己的影响 实际上 李浩连时光都没彻底去修炼 何况是银月人的道 真有这心思 早些时日 他也不会放弃银月大道宇宙了 二猫这时候也释然了 点了点大脑袋 这道也是 也对 我怎么会想这些呢 说着 看向李浩 虽然没明说 却是有些无语责怪的意思 都是你干的 看了你的过去 再变成你 忽然就受到了你的影响 显然 李浩是个多疑的人 李浩笑呵呵的 也不在意 此刻 心思转动 眼神变了变 笑了起来 不说这些了 这次 可能会给敌人一个惊喜 二猫 接下来 我们很忙 不对 你会很忙 若是三位八阶 无法复制 那就算了 对付其他八阶就行 关键是 其他人 都要变成我的道 二猫叹气 又得干活了 而且 这一次 可能还不是轻松地活 而是很麻烦地活 要复制多少大道出来 甚至是复制一个宇宙出来 不过若是成功了 那就不得了了 同一时间 心无 人王有些好奇 李浩并未再来找他 难道我要一个八阶大事件 吓到那家伙了 古怪得很 那家伙 那么空门的吗 都死到临头了 还在乎一个欠条 老张 你觉得 这次 他会有麻烦吗 他看向至尊 至尊微微点头 必然会有 不单单是他 还有我们 人王微微扬眉 至尊轻声道 敌人要对付他 必然会对付我心无 急兵他们 也许正在暗中联盟 李浩的诛天道场成立 便是我们心无遭遇危机的时候 能否站稳脚跟 不单单考验李浩 其实也考验我们 成了 东方霸主 失败了 银月没了 我心无也难存 人王微微凝眉 须旧 开口 你说 三大霸主 会亲自出手吗 大概率不会 目前阶段 他们还是天花板 一旦出手 可能会引起三方大战 暴露了虚实 所以 都是隐藏具体实力为主 但是 可能会派人协助 人王沉默不语 就算三大霸主不出手 这一次 也比较麻烦 东方还有足足 十五位巴结帝尊呢 轮回这些人回归的话 再来几位配合 超过二十位巴结 而自己一方 只有四位 李浩那边 也才三位 七位巴结 对手可能是超过 二十位的巴结 一打三都未必够用 人王有些不爽 欺软怕硬 觉得咱们刚在这冒头 先打咱们是吧 急兵这些人 都是一盘散沙 无需惧怕 杀死一两个 保证剩下的 跑得比兔子还快 倒是李浩那边 届时 我们未必能去帮忙 如此一来 轮回若是不来我这 跑去他那边了 还是说和银月会合到一起 那也许会更麻烦 可轮回去李浩那边的话 他们三个心境巴结 可以挡住吗 难 很难很难 至尊倒是若有所思道 李浩并未再来 之前也只是说 尝试三生合一 也许 也许 也有一些打算 未必需要我们帮忙 人王笑了 你觉得他能挡住 不知道 人王想了想 也点点头 算了 打不过就跑 不怕丢人 没面子没关系 没命了才关键 只掌时光的他 打不过的话 跑掉希望还是很大的 至尊点头 没再多言 此刻的他 更应该考虑心武的安全 东方的八街世界 这一次 必然会受到三大霸主的挑唆 不管是为了自己 还是如何都会对心武出手的 必须要杀死几位 震慑四方才行 可那么多八街 想杀死几位 也难如登天 方平有时间去考虑银月 也许 更应该想想 我心武如何度过这一关才行 想立足东方 还成为东方霸主 可没那么简单 另外 四方狱中的龙战 也许也会冒头 至尊揉了揉脑袋 这一次 可能还得跑路才行